哈喽大家好,今天呢用这个 Iron用这个酒精炉 然后实验一下 烧这个水 短时间能烧开 然后我们现在加酒精 准备测试一下 我们现在加酒精 我准备加30cc的酒精 看能烧 能不能烧开 好,现在加了30cc的酒精 然后我们准备 放下 放了大概这么多水 然后我没有凉 让我们看一下它多久会烧开吧 我们现在点火 我们先要等一下 让它进入完全燃烧的状态 然后再把锅放上 好,我们现在把水放上 寄下石 这个 这个锅稍微有点厚 但是应该是不影响 烧开应该是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不知道花多长时间烧 我们就准备了一个奶茶 速溶奶茶 这种 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分钟了 两分五十秒左右 完全没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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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等一下 我们再等一下 不会烧不开吧 这个锅有点厚 30毫升 如果我们按照常来说的话 一个卷路可以烧十分钟左右 现在过去了 两分五十秒左右 然后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眼 这里边的水已经开始冒那种小泡泡 现在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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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五十秒 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分五十秒 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分五十秒 这种用这种锅烧的时间是比较准确的 能感觉到水好像已经开了 开始响 嗯 水已经响了 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分五十秒 也就是用家 这相当于家里普通的这种烧水的锅 在晚上用那种 就是野外生存用的那种 特别轻的那种钛杯 或者材质比较好的杯烧的话 大概是四分左右 但是用家里这种比较厚嘛 肯定是烧水比较慢了 因为它已经开了 已经开了 大概是五分十秒左右烧开了 我们现在冲杯咖啡 还是比较理想的 我们看它会烧多久吧 正常来说会烧十分钟左右 刚才我已经把表停了 我现在曾经记一下石吧 大概 嗯 我们看它会烧多久 嗯 我们看它会烧多久 火熄面了 大概是八分钟左右 现在是六分半左右 刚才停了将近一分多钟 大概是烧八分钟左右 但是水的话 五六分钟就已经能把它烧开了 所以三十七七的酒精的话 完全可以把水烧开 然后呢 这次呢 是在室内测的 然后下次呢 我会去室外再评测一次 在有风的情况下 然后 嗯 有挡风板 实际的燃烧的话 会多长时间把水烧开 这次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订阅哦 大家拜拜